这位来自白沙州的顾客 拿来实践羽绒服 经过蓬松 过滤 杀菌 消毒 一床漂亮又保暖的羽绒被 做好了 我这个店的话 是今年9月正开的 做这一行是因为我的妈妈是做这个的 所以好像有1、2次前的 拆荣压 蓬松 过滤 然后再烘被子 然后再消毒 都是免费的 就只收一个被壳的价格 大概就是有360、380、420、450 羽绒服的话要中长款的那种大的 春秋被的话5到7件就够了 冬被的话要8件以上 绒不够的话这边也有绒的 中高地长都有 大概的话是三个小时左右 小组差不多要40分钟 拆羽绒的话一个小时左右 冲绒是比较快的 1、20分钟就好了 其实它羽绒被的话 就是跟羽绒服 基本上它都是有那种包容的感的 这两年的话 羽绒服改羽绒被的趋势是最高的 好多人都不知道羽绒服可以改被子 现在通过短视频 然后看到额园 它可以回屋利用一下 然后就 刚好可以从家里的空间什么的 有的是直接过来的 有的是预约的 如果说预约的话 就是来了 就当时就是坐了拿走 白沙都跟汉口过来的 他们都是提前打电话问 大概什么时候过去 能不能现场过坐 坐了直接带回来 因为他们过来的话也开车一个小时 就是出来上班的呀 追求品质高一点的嘛 然后就是不想干那种比较厚的棉被 然后上学的学生啊 如果说带棉被的话 在家带比较麻烦 在外面买的话 不一定买到什么样的 它也轻 舒服 然后它也方便携带 两位 四位 充特 六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